嗨 大家好 我是問題總部還有 GAM STUDIO 的玉森 然後我在問題總部是 Keyboard Shop 比章還有做一些 mixing 製作等等 對 我是因為 rap and roll 才開始聽更多台灣嘻哈 甚至接觸嘻哈製作這方面 我才知道原來他們是這樣做出來的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是覺得也太方便了 也太好了 就是你只要有一些想法 然後就可以先去取樣 然後它這一堆想法裡面 它會變出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這非常的酷 因為平常我們就是自己一個call一個call在那邊找 對 然後有這種東西可以讓其實加快很多 然後會有一些天馬行空可以突然放進去 取樣編曲比較可以一個人完成 因為在樂團編曲上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樣 甚至如果我有一個想法我要講出來 但是我講不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可能也沒辦法get到 但是我在可能在取樣編曲的時候 我可以找到某一首歌的某一個影子 或是某一個sauce的某一個東西 然後加入我的想法裡面 它就會突然那個話就會突然完成 就是這個課程它現在主打 不會樂器也可以做音樂這件事情 然後我是覺得它對它是可以是一種你做音樂的開始 然後像我們以前做音樂開始可能我們先去學鋼琴 但現在你有一個方法是你可以先看到這些影片 然後你得到了這些資訊甚至學到這些東西 甚至你在先學到這些東西之後你可能可以先做一些beat 先做一些東西出現 然後你在做這些音樂的時候你一定會遇到問題你想要加吉他進去 加什麼東西進去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要會樂 你就會慢慢有興趣去往下一個步驟你可能把樂器學好 這時候你就有兩個武器你可以相輔相成的使用 我覺得從取樣從什麼這個開始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入門 我有一個朋友他情談得非常好 然後有一天他認識了小鈺 然後他現在碰到了一些取樣的東西 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他在編曲上就變得非常的迅速 非常快甚至他想像力變得更豐富 然後我覺得就是如果有會已經會懂樂器的人 然後你再來看一下這個取樣的這個課程 其實你應該可以蠻啟發你很多不同層面上的事情 從編曲到製作上面 知道這課程他在後面就是教大家怎麼去行銷自己 就是你可能做完beat你要po上網之後 接下來你要怎麼行銷你的歌曲 然後在這方面其實我覺得小鈺他還蠻厲害的 就是從戰犯然後從龍戶門 對他其實在這方面他上面累積了非常多的行銷的經驗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這個課程裡面又很酷的一個彩蛋吧 所以你平常其實在這個方面反而在外面其實比較少看到 在這個課程你不只學到了編曲 然後你還能學到一些行銷的話 其實我就覺得還蠻超值的吧 對你可以就你不用再去找資料 先從這上面有很多資訊可以先給你 我想問大視頻 真幾乎